民国100年7月5号 当年桃园陷阱局少年队为了鼓励青少年从事正当的休闲活动 特别邀请到篮球国手钱维娟以及直篮明星王志群担任青春大使 同时为当年桃园县县长辈友善校园三对三斗牛赛 几地四届青出于篮体继营篮球赛揭开序幕 当年在活动现场青春大使钱维娟王志群现场互尬球技 不但让在场所有学生一睹巨星的现场英姿 也感受到篮球比赛的紧张气氛 当年为期四天的篮球赛 一共有180组国高中生们的队伍参加 当时桃园县政府还特别邀请一群高关怀的学生参与 希望让他们在球场上找回自信 并跟着大家一起运动 读国不一样的活力暑假 记者综合报导